持續對您來關心這起酒駕案件 他被中山園警在民生東路一段附近巡邏時 看見一輛汽車行進入口有停頓的狀況 馬上上前攔查 警察發現駕駛散發出濃濃酒氣 講話支支五無 心機可疑 一側發現他的酒測值高達0.51 酒駕上路當場被抓包 但來看斷現場畫面 再來再來 0.51 我應該出發公共危險罪 那這表示當時和有人在附近KTV 飲酒聚餐後有請代駕 不過駕駛還沒有來 而他的車輛就微停在前方的人行道上 擔心擋住其他車輛的出入 才乾脆自行移車到前方的路口等候代駕 不諒被逮得正著 帶來聽斷警方說法 車輛微停在人行道 且擋到其他車輛出入 右鍵脫掉車已經前來 深怕車輛遭拖掉 故停而走險 將車輛駕駛至前方路邊等候 為王南卻有酒後駕車行為 警方表示男子雖然有找代駕 但僥倖自行移車還是酒駕了 訊後被公共危險罪嫌移送偵辦 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